大家早晨,昨晚美股继续上升,不过我相信港股的表现暂时会继续落后 这样我们看看大市资金流向,昨天收市的时候,看到大部主动买沽比率只有59比51 而这个资金净主动买入也只有15亿那么少 全日的成交是略降,卖空金额占现货主板市场总成金额的比率是微降至15.132% 全部都是启示大户买家暂时收了手的 接着我们看看BBI好凳指标,今天试试看这里 三个主要市场指数,以及两个相关期货 在图上,四张图,小时图,日线图,周线图,月线图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保力加通道,SAR,RSI,STC和MACD 有多少利好的利淡 例如我随便抽这个 周线图,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周线图上五个都利好的 左手边的利好,右边的利淡 比如看这个 月线图,红丑指数,两个利好,三个利淡 根据利好利淡的比例 第二,我计算了我的BBI 五十以下就是利淡 五十以顺利好 超短期的形势,全面利淡 除了国企指数期货 短期,全部都利好的 除了恒生指数期货 即是很明显,国企指数期货的好友 比恒生指数期货好友,是积极的 中期方面全部都是利好的 长期都是全部利好的 但是形势就不够中期那么好 港股大市升降指标 我另一个发明的分析指标 我亦分为有蓝丑、国企、红丑 看一看,全部都是低过利 那就是不漂亮 而平均线分布指标 全部都是非常低的 包括三个分类的升降指标 分布指标是零 只得整个大市来说 还有16.667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20天平均线 是更高过50天平均线 那就是如果20天平均线 跌低过50天平均线 这个都会变成零 昨天的成交金额 亦分了四个板块 你看 减、减、加、减 这是增加了红丑 那红丑丑 那么大成交是什么呢? 你都猜到 一会儿和尼沃说 就是有一只本来大强势的突然间急速转淡的股票 行生指数日线图上面 那五条的支持线呢 第一条是到了的 那现在是看第二条 然后第三、第四、第五条 那就是如果港股再下跌的时候 的目标 那由于跌的时间多了 那昨天开始了反弹 那今天也有机会再反弹多一点 但是反弹后会不会再下跌呢? 就真的看投资气候的变化了 国企指数上面 日线图上面 都是同样地有五条 而第一条 第一条 这条 是没有碰到的 即是国企股是跑赢 南筹股的最近 这条上升轨 留意啦 今天将会高过 打滑这个第一个支持位 变成新的第一个支持位 刚才说的股票 就是中芯国际 那这张表和平日不同 为什么呢? 我们是根据资金正主动买入 是倒序 逆序牌的 即是资金正主动买出最多 在第一位 是17亿多的 中芯国际 981 第二三位 亦都是串弱的 不过呢 只有2亿多 资金正主动买出 是包括小米集团 和吉利汽车 其实小米集团 在这几天 都在高位都跌了多少 而这三只股票 它的主动买股比率 都是低过50比50 其中 中芯国际 和吉利汽车 都是低过45比55 值得要留意一下 开货的 虽然中芯国际 昨天 是位置小一开 冲上52 收身高44.8 谁知道 倒跌下来 最低是38.1 收市的时候 中芯国际 这是经济通的HV2 一般的布甲版面 但是你看到有少少不同 原来经济通的HV2 如果大家有 或者利用的证券行 有 你可以在这里下面 由交易货币 这一堆 和这一堆 就是这条线的下面 全部自己执位 你喜欢用什么 都可以选择 不是一开机 所以你一会对对 和我这个是不同的 这是我的设计 是给市场看得密些 可能超短线 或者短线 投机者看得密些 我们不再看什么 上市价 市盈率 不是市账率 折扬率 那些长远的东西 包括我们看看 有历史波幅 震幅 资金流向 抽出来看 资金流向的百分率 譬如昨天资金流向 资金正主动卖出17亿多 那究竟佔层总成交 今价的百分之多 还原来有18.841 量比位比的有 市值 我都保留口度 和加到一个BETA系数 BETA 这个是长线少少的 那 遲些我们再讲讲 这个怎么用 BETA系数 然后其他我加到个RSI 14天 给你参考 股票我用14天 右手边就会看 十大同行股票的表现 当然这个也可以变的 有700款选择 小时图 你看到高开之后 插下来 就贴着保里加通道底部走 信号当然不漂亮 日线图 哇 穿头破脚 很明显 是第二大 威胁力最大的利淡 转向信号 信号也是一个两个 SAR 三个转淡了 就是偏淡的 周线图 希望今个星期 不要收过上个星期的阳速中间位 否则将会出现一个乌云盖頂 来转向形态 信号还是利好的 月线图 这支虽然是连续第四支阳速 但是首部都很长 反映出高位的阻力明显增大了 资金流向昨天是38比62 如果算大户 算散户是43比57 即是有很多不怕死的散户 还在低位折货 但是大户就不是了 主力沽了 已经是 资金正主动流出17亿多 然后成交明显增大 而卖空今般也明显增大 这个比率是7.272% 是近期的高位 留意即市阻力位 由40元跌到39元 40元跌到39.5元 再跌到39元 然后再跌到38.5元 这个就是即市阻力位 今天早上分析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